今生如果没有往生,那来生就更难了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再看看第二段,秉二,教主截叹圣南。 前面是六方诸佛,赞叹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勇气,有这个能力,在五浊恶世完成无上菩提,这个的确不容易。 那么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承认,这件事情的确不容易。 我们看经文,摄利福,当知我与五浊恶世行子南世,北阿窦多罗三秒三菩提, 为一切世间说辞难信之法,是为甚难。 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消逝说,当知我在五浊恶世,完成这个甚难的事情,完成什么事呢? 第一个,北阿窦多罗三秒三菩提,成就自立的功德。 第二个,为一切世间说辞难信之法,成就立他的功德。 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困难。 佛陀讲这个困难,到底是什么道理呢? 我们来看某一大师的注解,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,看第一段。 信愿,持明一行不设施为,远转物浊,为信乃入,非思义所行境界。 设非本师,来入恶世,世的菩提,以大志大悲,见此,行此,说此,众生何有名此也在。 信愿,持明一法,他没有其他太多的方便,就能够医治内心的上根,跟外在的佛号的福德,就能够从五浊里面跳脱出来,到五清的净土去。 这个下手处,当然是信,先由信心。 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往生,当然你也发愿,你一定要往生。 那么信根愿,这两个都不是凡夫所能够达到的境界,那么我们会怎么知道呢? 因为有本师来到五浊恶世,以大志大悲,见此,行此,说此,所以我们才能够了解。 所以我前几天跟会长谈,说我们那个佛堂,要设立一个本师是对的。 以前我们老和尚也这样讲,他说净土宗的人, 你不能指安利西方三圣,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法门? 释迦牟尼佛的视线,宣说,所以不能忘本,净土宗的人你不能忘本, 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,只是我们发愿求生净土而已了。 但是我们一生里面所有的教授,包括理论的认知,包括法门的修学, 全部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给我们的,要使佛陀没有来。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法门是怎么修的,没有人知道。 所以这个本师是很重要了,你可以供养小一点没关系, 放在前面,后面是西方三圣,但是你不能佛堂全部不供本师, 这不对了,不能忘本。 好,看第二段,然无人,处杰卓中,决定为时所有, 为骨所逼,处见卓中,决定为邪志所缠, 邪师所获,处烦恼卓中,决定为贪欲所陷。 恶业所逝,处众生卓中,决定安于臭惠, 而不能冻绝,甘于劣弱,而不能奋飞,处命卓中,决定为无常所吞, 使火电光,措手不及。 我们凡夫的心,他跟外境接触的时候, 他是有所执着的,我们没办法无助, 那么只要有所助,表示外境对我们会产生干扰, 因为你跟他感应了,所以当我们来生再来的时候, 在杰拙当中,我们一定受到环境的污染, 时代的这种牵引,你肯定是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了。 在邪剑的赤胜的环境当中, 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提高自我意识了, 我只,我剑就会增长广大。 可能这个我剑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, 也可能是师长教授给你的。 第三个烦恼拙,在这个当中, 你在物质诱惑的刺激之下, 你肯定增长自己的贪欲。 在众生拙当中,因为果报,身体的病痛, 我们已经不可能长时间修行了。 在命拙当中,生命的短暂, 会让我们往往觉得寿命不够用了。 我们来生如果选择捕捉恶事, 我们一定会碰到的五大问题。 环境的干扰增加了, 我自己被误导了, 从小就被训练自己, 我只要喜欢, 有什么不可以。 就灌输这种观念, 增长自我意识, 缺乏去关怀别人。 整天生活在物质环境的刺激中, 欲望越来越重, 病痛越来越多, 寿命越来越短, 这五个都对圣道的修学, 产生了障碍, 产生了很大的障碍了。 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上根, 我们来生遇到的考验更大了, 你今生这个水沟都跳不过去, 来生的水沟是加强的, 你更跳不过去了。 你如果今生都没有往生, 你来生是更难往生了, 更难了, 考验更大了。 这个地方最后挑出来,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说我来五浊恶事修行, 是很难呢, 这到底有什么深意呢? 我们看最后一段, 若不深知其甚难, 将为更有别法, 可出五浊, 捧火被窄里, 戏论芬然, 为深知其甚难方肯死尽偷心, 保此一行, 此本师所以几口说其甚难, 而身主我等当之也。 释迦牟尼佛, 他在讲本经的时候, 讲出他成佛的困难, 就是说假设我们不知道了生死的困难, 我们以为说我不要仰仗佛力, 我从自立的角度, 我还是有本事能够跳出五浊, 那么这样子在三界火宅当中, 就很难得到利益, 但有言说, 都无实意。 所以本师在讲完前面的修学净土宗的传承以后, 他提醒我们说, 假设你放弃了净土法门, 那你就很难修行, 很难了生死了。 从这个难当中, 才使令我们真实的死尽偷心, 好好地珍惜这个法门, 这个是本师说困难的主要原因。 如果一件事情, 一般人说难, 也就罢了, 释迦牟尼佛说很难, 那不简单, 佛陀都说很难呢。 我们学佛以后,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, 一个人, 如果他烦恼重, 都还有救, 业障重, 也有救, 其实一个人最可怕是愚痴, 没有救了, 因为他会产生错误的判断, 高估自己。 如果你看维时学你就知道, 一个人最可怕的过失, 不是贪欲, 不是称慧, 是愚痴啊。 因为你贪, 称, 都还有救, 只要这个人还可以跟他沟通, 你还可以用佛法来教导他, 再大的烦恼, 佛陀多的是法宝, 再重的病都治得了, 但是他愚痴, 就完了, 你没办法跟他沟通了。 所以这个地方, 佛陀讲完五卓以后, 说这个难哪。 意思就是说, 你几乎放弃了净土法门, 看这个意思,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了, 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尊佛的出事了。